比亚迪汉一款对标56亿的国产中大型新能源轿车 前段时间发布的荣耀版16.98万起的售价听起来就相当心动 而这次并非来聊比亚迪的价格战 今天咱们着重来说天神之夜自驾版车型 其实在比亚迪的宣传目录中 一直以来都在宣传价格或者宣传新能源的能耗与续航 即便是比亚迪驾驻车型中包括腾市仰望品牌的自驾功能 在一些平台的下策和东策中均取得了非常优异的能力 但这种感觉还是没有那么的宣传 而本期节目我们驾驶的这台比亚迪汉 就是指导价24.98万的汉一威荣耀版 610公里四驱天神之眼支架车型 就是最最最顶配的汉 成熟的支架离不开强大的硬件系统 感知硬件方面搭载了5颗耗木波雷达 12颗超声波雷达 前方视觉摄像头 由基础版车型的一颗升级到了双目摄像头 全车总共具备11颗视觉感知硬件 搭载了地平线5芯片 具备128TOPS算力 这颗芯片也是一些目前主打 自驾的新势力品牌的高端车型 也都会装配的芯片 所以硬件方面是可以与40到50万 那些自驾车型去媲美的 所以可想汉自驾版依旧给你了 在自驾公众上 目前支持NOA高速领航辅驶驶 相较于基础版车型的L2G辅驶驶 NOA高速领航辅驶驶在高速路段 仪表符号提示可以开启之后 它是具备拨杆转向 自主超车 变道自动上下扎道 临近车道有车 或者临近有大车靠近的时候 会进行车道内的安全避障 所以对比基础的L2G辅驶驶驶 天生只眼自驾 赋予了车辆在智能驾驶方面的主观意识 它觉得前面的车压速了 它就会超车 而不是傻傻地跟在后面 除了NOA高速领航辅驶驶驶外 它还支持全场景自动驳车 以及后方主动刹车 这个后方主动刹车还是很重要的 毕竟倒车的时候忙区大 如果有突然出现的小朋友或者低障碍物 能够做到及时的判断杀停 目前来说 配备该项功能的其他车型 除了沃尔沃 还是极少有配备的 而说完天生只眼自驾外 这款顶配24.98版的Han EV荣耀版 还有很多细节方面都进行了升级 比如布雷伯前四国塞的自动卡琴 这个配置要搁到那些新势力品牌里 怎么说也得是加价选配 针对于性能方面的调教 还增加了智能牵引力控制 车内的配置 具备DMA驾驶员监测 前排主动电机预警线力式安全带 自动防线部后续镜 UWB数字钥匙 方向盘四项电动调节 方向盘记忆功能 而数字性方面 也绝对是比亚迪汉一位 天神只眼自驾版的一大亮点 不仅拥有了超越雅各Kemitry的轴距参数 后排响数据配置 更是给到了后排的电动调节座椅 通过门板上的小抠手就可以实现调节 而且后排竟然给了你两块屏幕 一块空调的控制屏 另一块就是位于扶手位置的操作屏幕 除了可以控制座椅的角度 而且后排座椅都支持通风加热和按摩功能 在空调的操作面板下方 还给了一块2.2千瓦 220伏的家用插座 简直就是商务级的配置 我想和天神只眼版车型和豪华MPV的差别 可能就差一个小桌板了 动态方面 比亚迪汉一位四驱天神只眼支架版 搭载了前后双电接布局 综合功率是380千瓦 峰值扭矩700牛米 零百加速3.9秒 搭载了85.44度的电池组 CRTC续航可达到610公里 悬架方面 采用前迈复性后多连杆多立悬架 以及后悬架铝合金材质结构 最大化的降低黄下质量 再配合上云点C 智能阻尼车身控制系统 让它拥有了更好的操控极限 所以最后结合售价来看 直到家24.98万的汉一位610公里 续航的天神只眼支架版车型 拥有同价位极少的高阶智能辅驾驶 以及出色的操控硬件 你可以把它当作一台操控 很好的四驱轿车开 而奢华的后排配置 以及可调软硬的底盘悬架 再加上稳重又不发时尚的外观造型 它的确也很适合商务接待 所以24.98万的顶配汉一位 绝对要比同价位极的盒子品牌更超值